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去西藏喜欢自驾游或者穷游 西藏属于高海拔地区 空气很干燥 在西藏人体水分流失的很快 如果想要尽快的适应西藏 只能多饮水或者吃果蔬来维持自身水分 所以去西藏旅行的话 小编建议多带一些矿泉水并且尽量不抽烟 水是必不可少的 有些网友说川藏线水源充足 但是众所周知 每年去川藏线旅游的人其实少说 即便水源充足 也不能够保证绝对安全或者可饮用 因此建议多带水 尤其是自驾游的朋友 节壳只是一部分 在找不到落脚点的时候 还能够用来洗漱和碰煮食物 并且在夏天灰尘大等沾染在车窗上的时候 还能够拿水来冲洗 避免视线模糊造成意外 进入西藏后 大多数人会产生高原反应 严重者甚至口鼻出血 多饮水保持自身水分 可以缓解高原反应 最重要的是 汽车开久了会导致汽车高温开锅 尤其是在进入西藏以后 则可以用水散热 以此来保持车子的整体温度 避免温度过高 并且在汽车水箱缺水的情况下 还可以用来补给水箱 西藏物价或多或少和城市里都有些差距 况且自驾游的话 带些水也不费事 不仅仅是西藏而已 去其他的地方旅游也是一样 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 当然安静可以在计划旅行时查出旅游工位 毕竟去旅行玩着开心是最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